古代的屋子怎么画 首先先画一排圆形 作为它的房梁 然后我们来画出它的屋顶 然后在下面画上正方形 画出它的房子 画上它的台阶 我们在中央给它画上门 然后在左右两边分别画上同样的房屋 我们用棕色给屋顶涂上颜色 用黄色给房梁涂上红色 然后用红色画上它的大门 用灰色画上楼梯 最后我们用紫色画上墙壁 把窗户画上蓝色 这样古代的屋子就已经完成了 好